北京两会期间戒备森严 天安门周边到处有武警持枪戒备 街上还有特警牵着警犬搜查 各种保安人员巡逻 有港媒记者用手机拍照 被警察喝斥并要求删除照片 游客要提前一天预约才能进入 还要过三关接受三次安检 不只北京东长安街十步一景 北京天桥也在线看桥园 以防堵去年中共二十大前的 四通桥抗议横幅事件 3月5日中共人大会议上 即将卸任的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做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 政坛告别座只花了一个小时 网传视频显示 李克强之前与国务院工作人员 最后一次告别时喊话 人在干天在看苍天有眼引发关注 出任中共新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的 香港动作明星曾子丹 2月18日受访时称 2019年的反送中运动 不是抗议而是暴动 此言论引发网友联署 呼吁奥斯卡取消邀请他担任 金像奖颁奖嘉宾 中共近期动作频频 包括北京上海在内 有多个省市相继开办 国防动员办公室 有专家认为 此举意在加强病例动员 以次为战时体制铺路 新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道